在Vidual Studio 就是Vidual C Sharp Express Vidual Studio Express 这个版本里面 其实现在他也有装了命令列工具 那这个命令列工具呢 你要怎么开 我试一试给各位看 我现在呢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Vidual Studio Express 2010 Express 这里有一个命令提示资源 各位有看到 那我这样进去之后呢 你会发现说 OK 我进去之后 他跑到C槽的VC 这个资料夹底下 那因为我的程式呢 是放在G槽 我刚把他存档 那存档之后放在G槽 我放在 CCC102底下的C Sharp 这个命令列各位应该会用吧 至少CDDIR这些指令应该会用 那如果不会的请告诉我 好 接下来呢 因为我存档在这个 Console Hello 里面 结果里面还有多了一层Console Hello 因为我有请他 就是那个有一个勾勾 我没有选掉 那这样他就会做两层 好 这样子进去之后 我才看到我真正的程式是这个 Hello.cs 那我先把我刚刚做出来的 es1档删掉 这样子就没有Hello.es1了 你可以看到 那我用C Sharp的编译器叫 csc csc我去编译刚刚那个Hello.cs 那你就会发现OK 他编译器编出来 我再DIR一次 你会发现这里多出一个 Hello.es1 这就是你的执行档 所以一般来讲那个程式呢 你任何就是你不用这个开发环境 你也是可以写程式 只是会比较不方便一点点 因为这个开发环境 毕竟有提供了Intellisense 之类的很好用的功能 一般来讲我们还是会用这个开发环境 但是呢 你 你有时候 你还是有必要使用命令列的状况 因为 有些时候呢 你在做编译的时候 我可能每次都用开发环境 比如说我执行的时候 我都要用追踪的方式 那有些人其实不太喜欢 他想要执行之后 是出一个测试报表之类的 那你可以用这种命令列的开发环境 在某些必要的时候 那各位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的电脑是OK的 你可以试试看这个命令列的开发环境 用CSC去编译它 试试看 然后直接打那个 档案的名称 不用再加ES1啦 如果你加ES1也可以 那这样去执行就可以了 这样都可以 那请各位试试看命令列的开发环境 测试一下没有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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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